年轻人最常听长辈说的一句话就是三时而立 2500年前的一句话 设立了中国人人生游戏的第一关 拿到了三时而立 才有四时不惑 才有五时六时七时以后的随心所欲 当然我不知道古时候有多少人 能活到随心所欲的年龄 其实不仅仅是中国 对绝大多数地球人的前辈来说 他们的人格和世界观 都是建立在稳定的工作 稳定的收入 稳定的房产和稳定的家庭上面 不知道教育还是奶粉出了问题 是科技发展让我们晕头转向 还是新时代呼唤着新人类的出现 80和90后已经在主动或被动地 抛弃这种稳定至上的植物人的生活方式 我们朋友圈里都有这样的人 白天在媒体公司工作 和海外的朋友也一起做代购 同时还在运营自己的瑜伽账号 计划明年要出一本书 又或者是自由翻译 每周做一次直播音乐DJ 每到时装周忙的时候 还要帮一个设计师朋友做公关的工作 这些人的特点是他们同时扮演着多个角色 多数独立或者在小圈子里工作 不仅没有妨碍他们谈恋爱生小孩 如果愿意的话 家里还养着猫猫狗狗等宠物 没有哪一样工作能独立养活他们 而且有的事情甚至一分钱不挣 在家长看来 他们的人生混乱漂泊 甚至有点儿戏 但正是儿戏这个词 寄贡了他们人生的意义 如果你还记得在幼儿园的一天 上午你会扮演市长 用乐高搭建一个小镇 下午你又会成为医生 帮同学看病 放学了 你还是足球明星 在院里和队友们并肩奋战 如果要小朋友整个幼儿园时期 只能玩一个玩具 无疑是一种虐待儿童的行为 为什么长大以后 只能做一份工作呢 有人把这一类新人群的生活方式 叫做组合人生 他们选择做的每一件事情 有的是自己的兴趣和长处所在 或许需要时间的积累才能赚钱 有的是一份能够提供现金流的工作 也许还能开拓自己的工作网络 组合人生和组合投资 有非常相似的地方 所以也许它不是一件坏事 首先这是一个多样化风险分散的组合 没有哪一个工作没了会让你撤离失业 但是如果有哪一个项目突飞猛进 你可以重新平衡自己的投入比例 其次组合人生的现金流是多样的 甚至有的工作和投资 目前现金流为负 正是有多样化的现金流 让你有空间可以早期进入一些项目 做一些有价值的长线投资 第三别以为你真的开启了轻松模式 组合人生和组合投资 对人的综合能力要求很高 你可能要在好几个相关或不相关的领域 发展出自己的长处 但是如果你没有忘记 而是玩耍的乐趣 可以收获的成就感 也是成倍增长的 最后组合人生意味着 你扮演着主动的角色 如果是混日子 很快就会没饭吃 像股东一样 你永远要考虑自己是否 再给市场提供真正的价值 好处是你会发现 周围靠拍马屁混日子的人会越来越少 有趣的人会越来越多 你成为了自己生命的舵手 也承担着自由带来的责任 既然没有人的投资理念 是把所有的钱都买一只国体股 然后把股票交易密码扔掉 你为什么不能在全球市场上 成为自己人生的基金经理呢 感谢收看忍者ATM每周一推送一条理财短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给我们点赞 如果能推荐给对投资理财有兴趣的朋友们 那就更好了